烏克蘭打輸這場戰爭 是現在才知道嗎 在2022年知道他一定輸 因為這個是一個高度的 不對稱的戰爭 烏克蘭人現在陷入的窘境 唯一的辦法就是趕快結束戰爭 中國大陸向俄羅斯買大量的原油 天然氣 這些都是有助於俄羅斯 維持他比較好的韌性 還沒辦法看出有十足的證據證明 中國大陸有賣軍事武器裝備給俄羅斯 好 關心來另外一個戰場 就是在烏俄戰事持續之下 俄羅斯加大炮火 人力對烏克蘭狂轟猛攻的關鍵階段 我們要來看到了 美國現在把矛頭指向了中國大陸 這一次是指控中國大陸私下 偷偷協助俄羅斯在這場戰事當中 美國官員透露說 從去年開始 俄羅斯大約有9成的微電子產品 其實都是來自於中國 而大陸在此戰事中提供了 包括在項目上有無人機 飛彈的技術跟消化棉等等 光是在去年第四季就有7成的工具機 都是來自於中國大陸的 而這些技術可以協助俄羅斯生產導彈 還有坦克飛機其他的武器 美國官員也認為中國大陸對俄羅斯的援助 是蘇聯時代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援助 而針對美國的指控 我們來看到是中國駐美國大使館 趕緊跳出來駁斥了 他說中國不是烏克蘭危機的製造者 或者是當事方敦促美方 你不要干涉中俄之間我們的正常關係 這場戰爭打下去 我們看到目前俄羅斯已經奪取了 烏克蘭至少有四個州了 這當中包括了先前我們帶您看到 頓內茨克 赫松 札波羅勒等等 戰士對烏克蘭已經很不利了 但是最新情資也顯示俄羅斯的軍隊 準備在接下來今年的春天跟夏天的期間 都會來發動大規模的一次攻勢 而英國的前指揮官巴斯倫 他也指出俄軍現在正在以5比1的優勢 在前線來戰鬥 提供包括了在火炮 彈藥跟兵力上面都是增加的 他更進一步指出烏克蘭今年 就會輸掉戰爭的風險非常高 因為烏克蘭人自己都覺得 贏不了這一場戰爭了 再來我們看到烏軍方面 這一位是總司令 瑟爾斯基他說 烏克蘭的東線的局勢是明顯惡化 極需要高科技的武器來突圍 最新也包括了在德國跟英國方面 都相繼提供武器 接下來更大規模的一場戰爭 恐怕在5 6月會如何來演變 今天專家會來一次幫我們做解讀 先來看看這個美國情資顯示 中國大陸暗中協助俄羅斯軍工武器 真實性有多高 請問委員 烏克蘭打輸這兩戰爭 是現在才知道嗎 我看在座兩位跟我一樣 在2022年知道他一定輸 因為這個是一個高度的不對稱的戰爭 不是不對稱的作戰 你不管用什麼方法 都沒有辦法彌補這麼大一個差距 因為俄羅斯的優勢太明顯了 他不是一兩場戰役能夠講得清楚了 俄羅斯的整個整體的作戰方針也很清楚 因為地內薄荷以東在過去10年 烏克蘭軍隊在那邊紮了 至少有15個軍事上的堡壘城市 現在大概都被挑光了 查思夫大概是最說只有一兩個而已 挑光了以後在這種軍事堡壘化的城鎮 後面就是一馬平穿 就直接到了地內薄荷 那俄羅斯為什麼突然在準備 地內薄荷海軍 那海軍跑到河裡面去的 可是他已經在組了 就表示說反正這幾個城市我倒完了 接下來地內薄荷就化解 第二防線 分治很簡單 你就根本沒有能力往前進攻了 對於烏克蘭當然我只能同情他們 就是說他們一開始戰略沒有想定 他如果當時的主政者 折倫斯基不是他 而是現在那個伊朗的總統 那局面就不一樣了 他換了兩招 好啦好啦我不參加北約這樣可以了吧 不要吵了 就結束了吧 那贏的是誰 還是烏克蘭 對 所以一個沒有政治腦筋的人當總統 就以為 或美國會給我錢 會給我武器 拜登叫我打 或我這麼多武器 那我前面一打 哎呦我俄羅斯這樣退回去了 我就很強了 那個老軍真的有問題啊 戰爭的總量不是這樣估計的啊 你現在俄羅斯軍隊 俄羅斯軍隊在地線上 能夠舒服到什麼程度呢 可以每個月輪掉 都可以 我就是派你上去 而且老兵喔沒有新兵喔 新兵都在後面 新著急的兵都在後面做補給啦 做那些替代的工作 都是老兵派到前面去 那打一個月頂多兩個就回來整補這樣 所以不會疲憊 烏克蘭根沒有制空權 沒有制空權動不動就要挨打 你什麼 那個愛國哲防空導彈 他拿一個匕首就把你打掉了嘛 為什麼 你根本沒有辦法偵測匕首的彈道軌跡 你就是吃定這個虧就吃定了 所以你防空沒有辦法 制空沒有能力 那陸軍底下挨打 士氣當然會大幅衰退 責任士氣不是在抱怨嗎 說我叫他們撤退 那不該撤退的先撤退 然後那個要先撤退的時候忘了撤退 所以就變成被卡死 很多這樣莫名其妙就暫時在殺場 這不是你總統的責任是誰的責任 就是你們指揮官的責任 所以烏克蘭這一局已經不叫做大進攻 其實你說俄羅斯有在大進攻 也沒有啊 他就這樣輕輕手揮一下兩下 今天炮彈打一打 然後這個精準炸彈炸一炸 無人機晃一晃 接下來派個幾個步兵往前衝 就拿下來了 他根本看不到什麼坦克大決戰 步兵大決戰 什麼攻堅戰 完全沒有 所以有很多台灣的黑熊學院說 我們都會用手槍 還有一個網紅說 我們都會用步槍 你在站著那看得到嗎 都是什麼 都是 直接命中的滑翔炸彈奇準無比啊 以前我們在看那個當炮兵的時候 我們根本打不準啊 你覺得我們打不準 亂打一通 現在不是啊 他告訴你方位多少 啪啪電腦打進去 百花百中 那你步槍 你就不是問題了嘛 所以烏克蘭人現在陷入的窘境 唯一的辦法 就是趕快結束戰爭 因為烏克蘭的人口結構在20歲到35歲 中間已經凹下去了 凹下去了 對烏克蘭來講就是亡國嘛 你告訴說20歲到30歲的人口 少掉20% 你這個國家還能撐得下去嗎 不可能的吧 所以我是覺得 不是熬不過今年啦 即使熬得過今年也不好過啦 俄羅斯也沒有什麼大進攻 他就查斯夫亞 慢慢跟你弄 慢慢跟你弄 為什麼 他贏面啊 他贏面啊 他的目的在哪裡 消耗你歐洲 消耗你美國 那等到說好 一樣他要等美國總統選舉 選出來看誰來談判嘛 以前談的是烏克蘭比較籌碼 現在談烏克蘭是越來越沒有籌碼 那你就自己看這辦法 是 好這一場其實不對稱作戰 我們剛剛提到說 美國的情資顯示 中國大陸有暗中 協助俄羅斯軍攻 可能性有多大 顏老師 如果真的有啊 我覺得烏克蘭應該要主動跟大陸斷交 你怎麼可以 跟我有邦交你協助我的敵人 然後來 烏克蘭跟大陸滿更多人機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真的這麼嚴重的話 就是我幾乎快現在面臨這麼大挑戰 那我當然要跟你斷交 就沒有嘛 就表示說 美國今天你去編故事 那到最後譬如說 假使我們今天在台灣 如果我們今天吃到了俄羅斯的米和麥 不麥 我們是不是也是協助俄羅斯在對抗烏克蘭 就是你這個要解釋下去 就我們也都有責任 我們今天喝了俄羅斯的瓦克 我們也等於是買了俄羅斯的東西 是要全面全部封鎖 那問題是你西方國家都沒有全面封鎖 那大陸跟它是正常貿易的關係 大概也很難把這個帽子扣向大陸 我覺得真的很難 但我覺得 剛才我很同意委員講的 責任斯基你去想一想 歷史上兩個最厲害的人 打進俄羅斯最後都斷雨而歸 你是拿破崙嗎 你是希特勒嗎 你有他們的這個戰爭的這種能力 你的國力有他們那個時候的強嗎 他們都沒辦法打下俄羅斯 雖然你今天沒有進攻俄羅斯 可是俄羅斯是一個傳統的軍事大國 不是那麼容易打敗 所以大家才會 我一開頭的時候 在這個俄烏戰爭爆發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讀歐洲的 現在當代歐洲的歷史流 很多的戰爭到最後大家 每次戰爭結束就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和談的時候 談出來的條件 不通要往列波合走 那還得了 那你 那你損失更大 可是大家都不知道 你知道在談判的時候 大家雙方都覺得 我談 我現在讓 說不定我可以奪回來更多 有人就跟你講 你現在不讓可能損失更大 沒錯 所以這個要估計的 那我覺得 貞倫斯基沒有估計的很好 你當初一開頭 其實我也認為 聯合國也應該介入 就是說你根本就跟 這兩個國家講說 烏東地區由聯合國脫管 然後到時候 10年之後投票決定 那當然一定還是投 獨立了 一定在烏克蘭 但是你讓烏克蘭有個下台階 只損失烏東地區 不會再有 而且也會有buffer zone 那當初談的條件就像委員講的 你今天不加入北約 不加入歐盟 但是你關係跟他們維持得很好 還是有用 但是你就要那個面子 我覺得這也是我們台灣以後外交 有的時候要注意 你需要那個好像虛幅的東西 沒有要到最後反而傷了自己 是 好 老師認為說這個俄羅斯 它有沒有進中國武器 從烏克蘭沒有跟俄羅斯斷交 就可以知道 答案就是沒有進武器 但是也有一位美國的官員 他是說 他認為說 如果沒有中國武器的投入的話 俄羅斯在這場戰爭 其實是難以為繼的 也就是說 這樣子的話 沒有中國支持 俄羅斯這場戰事的結局 就會不一樣嗎 總編 我認為中國的投入 並非武器和軍品 更多的是一些民生的用品 和工業生產所需要的 像機具 零件 是想這個俄羅斯他說 這個戰爭 董哥台灣買的 是想戰爭打到現在 據說俄羅斯的炮彈生產量 其實是之前的十倍以上 十倍增加產能 它已經需要大量的這種工具機 廠還有廠的生產能量的擴大 那這些哪來 我們都知道歐美國家 已經對於俄羅斯實施禁運 因此這些一定大部分是 來自於中國大陸 甚至台灣也有可能 我們台灣工具機大國都在台中 他沒有賣到俄羅斯 他說我賣到中國大陸 對 那已經是轉口到俄羅斯 另外剛才講的這些電子零件 中國大陸的電子零件 其實這幾年電子工業非常的發達 因此絕對是 它替代歐美製品一個很好的商源 那除了這些產品以外 我們這一陣子還發現 這個大陸方面網站常常說 我們這個能源車賣到俄羅斯 市占比多少成長幾倍 事實上非能源車這種傳統燃油車 還有一些卡車來講 俄羅斯也買了一大堆 尤其是這些卡車非常重要 對於俄羅斯支撐戰車能量 所謂物流產業 包括你生產 包括你裝備相關的運送等等 都要靠這些重型卡車做苦工 否則你這個戰爭能量 絕對會被大幅削減 而這一點事實上 你也不能怪中國 基本上在商言商 歐美國家不賣 你產生的一個商業銷售的空缺 自然而然就由中國大陸這些卡車 或者車輛來填補 這你也不能怪中國大陸 那當然其實除了這些產品以外 我認為對於俄羅斯來講 更重要就是穩定它能源的出口 還有它爐壁 維持一個比較堅挺的狀態 我覺得認為這一點 中國大陸向俄羅斯買大量的原油 天然氣 還有就是像糧食等等 這些都有助於俄羅斯在這個地方 維持它比較好的韌性 你中俄之間的相關的交易 到目前為止 你還沒辦法看出 有十足的證據證明 中國大陸有賣軍事武器裝備給俄羅斯 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 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葉思敏 兩岸大事國際政經軍事脈動 深度剖析打開視野 節目一開始歡迎嘉賓參與討論 首先歡迎前成功級艦長王真輝艦長 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 時事評論員王上志 上志哥 師妹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還有台北市議員侯漢廷議員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觀眾朋友這一節 我們持續來關心烏惡的戰爭 持續的交火之下 現在我們要來看到是中國大陸有望 成功扮演何氏佬的角色媽 讓這一場戰爭 稍稍看到停火的曙光 我們來看到是中俄五月峰會的 前一個月雙方高層的店鋪 已經開始如火如荼般的展開 上一集在觀眾朋友看到的是 中俄外長將會見上一面 那俄國的外長拉夫羅夫 他是立刻拋出了議題 直接大讚說 中國他在去年發布的一份報告 這當中包含了提到 12點的原則還有立場 那強調什麼呢 我們來看到面板 他特別提到了說 各國的主權 還有摒棄冷戰的思維 停止戰火 還有要來做和談等等 一共講了12項的主張 拉夫羅夫認為說 這是目前為止 他說最明確 而且是合理解決衝突的一項計劃 不過話鋒一轉 他也諷刺說 澤倫斯基你提出來的和平的公式 是一份你自己想要什麼樣的菜單 這一集我們要來帶您關心這場 烏爾戰士接下來可能的發展方向為何 先來請教議員 為何俄國這時候會點名中國來當調停的人 北京會選擇這個時候深入險境嗎 最主要是因為在今年5月份的時候 即將會有中俄的元首峰會 然後在4月份 拉夫羅夫也會來拜訪中國大陸 要跟王毅碰面 那麼其實在這兩天 中國大陸外交部的部長助理 以及俄羅斯的外交部副部長 也在北京召開 中國俄羅斯安理會的相關會談 那談的不外乎都是為5月的峰會來進行 種種的鋪墊 因為當前不僅是中俄兩國本身的關係 而是因為目前全球不僅面臨著 俄烏 尾巴 鴻海等三大的衝突 所以中俄身為全球目前非西方的 主要的理事國的成員 目前是承擔著在全球聯合國當中 最佔多數非西方國家的主要的責任 所以你說俄羅斯為什麼要點名中國大陸 那尤其是在俄烏的關係當中 目前全球有實力 有擔當 有能力 並且有資格 而且還沒有跟著美國來制裁俄羅斯的 也只有中國大陸 那其實中國大陸的立場 從兩年前的戰爭一開始 至今為止如出一策 始終如一 都是要求儘快的停火 協商 和平 人道 那麼在去年的時候 發佈了12點的立場更為的清楚 西方都會說你看這個大陸 是站在俄羅斯這一邊的 但是對於中國大陸來說 他認為自己是比較公正 因為他只是不跟著美國去制裁俄羅斯 只不過在西方的輿論圈當中 你不跟我制裁 你就是挺俄羅斯 但其實對大陸來說 像目前俄羅斯佔領了烏冬的四地 大陸也沒有承認說 那四塊土地已經是俄羅斯的 所以對12點來講 第一個所謂的尊重主權這方面 那到底對烏冬四地是如何的談判 其實還是交由烏冬的烏克蘭 以及俄羅斯雙方去做爭端 那最重要的是第二個 摒棄冷戰思維是什麼 也就是要求烏克蘭不要再加入北約 也要求北約不要再無限制的擴張 那當然停火止戰 啟動和談 這都是應有之意 還以上關鍵的叫做要摒棄單邊的制裁 也就是目前全世界對於俄羅斯的各種的制裁 商業制裁或甚至到譯文的制裁 對大陸來說都已經遠遠的不可思議 甚至已經超出了過去 美國自己所說的 什麼人權 自由經濟等等的 所以對於俄羅斯來講 那只有中國大陸所提出來的 當然是比較對俄羅斯友善的方案 那可是同一時間對大陸來講 對俄羅斯這個叫做人治益盡 那麼對烏克蘭也算是公平公正 為什麼呢 因為烏克蘭在這兩年內 也不斷地尋求跟中國大陸之間的一些協商跟幫忙 因為烏克蘭也知道 美國不幫他 他也沒有辦法讓這場戰爭結束 而在全球有話語權 能夠使得和談落下據點 或者是讓和談落到實處的 只有中國大陸來牽這個頭 只不過你說中國大陸 那實際上他會在什麼時間出手 或者他會讓自己參與到多深 我認為很有可能是像在過去這兩年 中國大陸對待中東的一些緊張的國家 讓他們和談 那就只看什麼樣的時機點更加合適 好 和談要落下據點 現在靠的就是中國大陸戰友 非常承擔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我們來繼續看到 帶觀眾朋友看到我們剛剛提到的 這個中國大陸提出的12點主張 雖然是高舉說主權要完整 但是我們可以感受到這個態度上面 還是希望兩國能夠就現狀來和談 不過我們也確實看到現在烏克蘭的狀況 對他很不利 這戰爭事實上已經打了兩年多了 然後呢可以看到這個烏克蘭的部分 已經嚴重消耗他的國力了 不管是人力的部分啊彈藥等等 都越來越不足 那我們來看到俄羅斯的方面越來越強硬 那另外一邊是這個本來的後援國家 美國還可能隨時是雨天收散 所以我們來看到現在對於烏克蘭來說 要扭轉局勢有可能嗎 怎麼樣可以把自己放在比較一個 有利的位置上面上這個 我們先來看其實烏克蘭應該是 歐國戰爭開打之後最低谷的時候 對 我們從幾個角度來切入 首先第一個真的是歹性脫膨了 那這個部分已經打了這麼久的這個狀況 我想這全世界經濟 政治 但是各方面都隨之陷入 這個東西其實到現在的狀況 這個歹性脫膨開 我們很明顯從澤洛斯基 他自己本身的國際聲望 現在這個號召力 各方面的票房 甚至他在YouTube上面當中 他點擊率都很明顯的掉 我覺得這是最直接的 第二個我覺得最大的原因是中東戰爭 我覺得現在中東戰爭當中 越來越驚人 而且這裡我們看到了全新的難民 再加上最近現在已經 以色列在前幾天的部分 已經開始攻擊伊朗 去遜利亞的大使館 可以說以色列跟伊朗戰爭 已經併臨在即了 而且這一天當中 所有金價 油價都烘抬著死去活來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更吸引大家注意的國際戰爭 其實是在中東 烏克蘭的戰火 這樣就相形見處了 對上我想大家還是有個潛在的東西 就是說在所有的軍員 特別是美國的軍員的過程裡頭 烏克蘭還有太多弊案了 這當中雖然是個潛台詞 可是在國際的觀感上面來講 澤蘭斯基你自己跟你老婆 到底有沒有貪污 也許還不知道 但是你最心靜的人 包括這些將領參謀總長來講 全都貪污一列都換掉了 這個東西其實是由上而下 大家的信任度降低 當然第四點我覺得最大關鍵的 就是俄軍 我想在前兩天包括在美國的 印太沙皇坎貝爾 都具體的表示說 現在俄羅斯在整個打戰當中 滿血恢復 彷彿恢復到在一開始 比之前的戰力 武器 戰技 戰術 各方面是全面的碾壓 這是坎貝爾自己 在前兩天才剛剛說出來的東西 我想這裡頭還有最主要的東西 影響最大還是 莫斯科的這個恐怖攻擊事件 俄羅斯在昨天 也就是在4月4號 剛剛又逮捕了三個人 總共現在逮捕了11個人 台灣媒體算不太多報道 可是在中國大陸媒體報道很多 總之現在俄羅斯沒有放棄 一直追查 把整個這11個人 很明顯這是個任務編組的東西 是個訓練的東西 它不是恐怖的這種 所謂這種恐怖主義集團 他們帶人肉炸彈這種的 所以順藤摸瓜 應該很快就會摸到背後 是烏克蘭的意志了 所以輿論戰就失去了所有的正當性 剛剛這幾個部分加起來 再加上美國政府很明顯 應該感受到 拜登政府最近的冷彈 因為看起來烏克蘭戰爭 軍援烏克蘭不只在參眾院 受到共和黨的部分的反對 現在在美國的民意的 在選舉票房上 似乎看起來也沒有很大的刺激 班農政府包括布林肯等等 最近以來對於烏克蘭關切 公開談話的這個密度 減緩太多了 所以看起來烏克蘭的部分 不只話語權失去 未來的無論軍援 後來整個國際聲勢當中的聲援 都會大大的失去 好 像這個剛剛幫我們特別提到 這個俄國現在高官是滿血恢復 相較於俄羅斯的部分 現在烏克蘭則是士氣低迷 尤其是在軍方這邊 會不會慢慢的走向另外一個 比較危機的一個境界 我們等一下請艦長來幫我們看到 我們現在看到說這個烏克蘭的部分 逐漸喪失他這場戰爭的控制權 但是我們看到澤倫斯基 他沒有要讓步 而且他最新又簽署這個法案 說烏克蘭真兵人靈 他要從27歲再往下修到25歲 剛剛提到了 烏國現在高級這些官員 他們的態度是不一樣的 他們對於這場戰況說 他就算徵兵了也起不了什麼作用 甚至這些高階官員直接公開承認說 自己已經沒有新作戰了 可以感覺得到現在士氣非常的低迷 整個3月份做的統計 烏克蘭現在承受巨大炮火攻擊 俄羅斯向烏克蘭的部分 發射了超過3000枚的導引航空的炸彈 還有600架的無人機 跟400枚飛彈的攻擊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前線非常的吃緊 烏克蘭國家領導人高階官員 無心作戰 這是一種向西方國家賣慘的策略嗎 我們現在也來觀察說 烏克蘭自己內部的政治跟軍事的部門 是否出現了一些態度上的嚴重分歧 艦長 我從二戰的時候 我記得一個印象很深刻的 就三分五十六 日本的一個很有名的海軍將領 他到美國走了一圈 看到了很多地方有煙囪 他回來就積極的建議 他們的當時的軍政府 軍國主義 絕對不可以跟美國開戰 為什麼 他的國家的實力太強了 然後再看這次俄武戰爭 以及我這麼多年來我所了解的這些戰爭 我越來越感覺 不要跟一個大陸國宣戰 什麼叫大陸國 不是說它大而已 大陸國基本上它包含三樣東西 土地非常大 人口非常多 資源非常豐富 全世界我大概掐指整個算完 大概有兩個A咖大陸國 中美 還有兩個B咖大陸國 印度跟俄羅斯 那俄羅斯越打越打 他反而從B咖打成 快要打成A咖去了 為什麼呢 因為像國際線對這些國家的 所謂的經濟封鎖 你封鎖不住 它國實在太大 你要從哪裡封鎖它 所以封鎖很困難 第二個你要軍事去佔領它 也太困難了 俄羅斯現在打了這兩年了 對啊 實力越打越大 你是烏克蘭 如果你是烏克蘭 我不要說軍人那些專業的 實際在戰場 你感覺到彈藥也好 人員的傷亡也好 就從我們這樣子去看它 你認為烏克蘭會贏嗎 那如果我是一個軍人 你為什麼要叫我去打一場 絕不可能贏的戰爭 不可能贏 你只是看我們打的 輸多慘而已 撐多久而已 你絕不可能贏 所以你與其說他們說他們無心打 不如說他們再找一個理由 他反正找這個不行那個不行 但是畢竟你要叫他打 他還是會打 軍人就是這個樣子 但是他所有的行動都告訴你 這場戰爭是不能夠打下去的 因為你不會贏 大家也可以去想一想 如果你是烏克蘭 折倫斯基 你能不能告訴我 你認為你的贏是什麼 你要打到什麼地步 你根本不可能贏 那你為什麼要一直 要拖著打下去 只不過因為政治層面 北約 美國 逼著你們繼續打下去 我覺得這是一個 非常愚笨的一個方法 其實台灣應該想想這相類似的問題 好 現在烏俄戰爭持續打下去 俄國甚至從這個B卡的軍事國 變成了A卡的軍事國 現在我們也要看到這個後援的部分 剛剛界長幫我們特別提到 除了美國之外 美國現在不太可能 我們來看到北約 也佔有一個關鍵的地位 北約現在最新的佈局 是在4月4號這一天 北約的外長們齊聚 這一次他們聚在比利時的 這個布魯塞爾總部 他們要慶祝北約結盟75週年 這一場聚會上 帶大家特別來看到面板 這個秘書長史托騰伯格提議 接下來要設立一項1000億歐元的基金 在未來5年 他說要來支持烏克蘭 這會議上面還有做一個設想 是說接下來 年底這個美國總統大選之後 如果川普又進入白宮 是否就會放棄烏克蘭嗎 那史托騰伯格這時候就趕快提議說 將美國所領導的這個防務小組 乾脆改由我們北約來自己做接管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北約越來越不信任這個美國了 未來北約的角色 會變得在這當中 歐洲國家更吃重嗎 議員 首先充分展現了 北約當前對美國領導力的質疑 以及不信任 否則的話 就不會提出相關的案件 再來北約的秘書長 他在卸任之前提了這案子 展現了他的遠見 同時也是跟美國叫板以及叫牌 說如果你再不幫助我們 那麼我們北約對於烏克蘭的事情 我們就自己幹 那美國近期做了什麼事情 首先是美國的國會延遲批准對烏克蘭軍援的600億美元 讓折倫斯基大喊吃不消 那你如果不幫我的話 我可能就要輸了 再來呢也是在這兩天 美國的沙利文直接宣示 如果美國幫助烏克蘭的話 很可能會導致俄羅斯對美國發動核攻擊 所以美國不會繼續的軍援烏克蘭 那這些新聞都讓這個北約覺得 不是美國要來支持我們嗎 美國不是老大哥嗎 怎麼現在你撤退你收手了呢 而且另外一個未來更加不確定性難以預測 就是一旦川普上台的話 那依照過去川普對北約的態度 川普很可能就會終止對烏克蘭的援助 甚至也會直接終止對北約的相關事務 所以北約當前他有自己的利益存在 他認為繼續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和投資 能夠鞏固北約內部 所有成員國之間的團結和合作 那因此才設定一個 這是長達五年的軍事援助 而這所謂五年千億的計劃 目前也只是提案 還沒有得到大多數成員國的支持跟同意 那所以如果美國當前不同意的話 既然你要掌控我的武器小組 我是不同意的 那麼未來你想要繼續軍援的話 那麼美國也可能會施加影響力 所以當前這個提案可能也不會 如此順利的通過 好 簡單來說 現在北約就是要靠自己 也不信任美國 怎麼會這樣 本來他是北約最重要的主事者 現在沒有人要相信他 信任度越來越低 尚志哥怎麼看 其實我在看有關這種軍事同盟 或大家開始北約跟美國決裂 其實大家過去看了一些政治議事 比如川普的部分的上台之後的態度變化 我看的不同 我看來是錢 在這次當中 其實我覺得最新的部分 就是這1000億的這個北約共同出錢基金 而叫長期維持 當你有這樣子的表示說他們的不安 其實你說川普到底是先前跟北約的兩者結在哪裡 其實就是軍費 就是特別是在軍費這方面 政治意識上當中可能說三道四 可是最扎實就是錢 所以大家其實在看待到底在北約當中跟俄羅斯的對抗程度 當然是軍事層面 所以我認為這個部分 如果是我我會仔細來看 無論這個部分的議案或提案會不會通過 但是有沒有朝向北約自己在自酬共同經費的 軍費的這件事情當中 會是個很清楚的部分的指標 我個人是補充說明 但我覺得現在當然信任無論如何 是在於被川普先前算了 在上次的時候 大家都很難想 其實不只是北約 全世界現在包括日本韓國 現在跟美國關係很好的都對於川普 一旦如果真的很有可能選上之後 可能在整個印太地區的就有很大的這個部分的變化 包括中國大陸說不定也同樣在期待 不過我覺得覺得注意的 還是北約的這個自保集中的動作 與其說是因為美國態度的轉變 倒不如說最近我剛剛提到的俄羅斯越來越強 其實包括在昨天的時候 在整個克里姆林宮 俄羅斯當中的新聞秘書 這個人叫做佩斯科夫 又再度表達了說 他們正式的表達說 是現在北約跟俄羅斯正式進入對抗 也就是說最近這個緊張程度 我們不只看美國的態度鬆散 而要看主要是俄羅斯越來越強硬 不再只是針對烏克蘭了 甚至整個現在在點名叫板北約 而在點名叫板北約當中 可能很直接的就會跟芬蘭最近其實有大的關係 在這個邊界上 所以這樣子的來自於俄羅斯的壓迫 這個壓迫的程度 我認為才是北約現在越來越 往自己互相取暖這樣子的方式 而不再指望美國的最核心的原因 好 俄羅斯現在越來越強大業 讓這個北約跟俄羅斯現在正式的進入對抗 這當中還有一個國家非常的關鍵 就是原本都是持中立立場的芬蘭 他放棄過去中立角色要再加碼幫助烏克蘭 我們來看到這個是芬蘭的總統史塔布 在4月3號他說訪問了烏克蘭基辅 那他還簽了10年的軍事協助加碼協助 捐贈該國1.88億歐元 另外還提供155公里的炮彈 建長怎麼看 為什麼芬蘭這個時候做出這麼大的一個改變 本來中立國現在突然間改變他的態度 那他是嫌歐洲國家動作太慢了嗎 自己來介入算了 提到芬蘭 其實我們應該向這個國家敬禮 因為1940年的時候 俄羅斯那時候是非常強大的國家 他那時候的正規軍 就他的軍人 正規軍 比芬蘭的人口還要多 然後1940年他去侵略芬蘭 他認為這是很簡單的事 結果芬蘭打得非常慘烈 但是俄羅斯的傷亡更慘重 最後四個月之後 俄羅斯是一個非常不光彩的產勝 然後推兵走了 他也走了 然後大家簽了一個和平協議 然後這個東西可以看出一個就是 芬蘭對這個是 就印象刻骨明星 現在俄羅斯突然又表達出 他的一個侵略的這種欲望 第一個感覺到危險的受威脅的 當然是芬蘭 因為他在最上面 對 不像如果你在波蘭 旁邊還有這麼多國家捲在那裡 對 他上面就是單獨的一個在上面 對 他立刻覺得哇存亡此寒 萬一他對我們動手怎麼辦 所以他原來是一直保持中立的 他不想去招惹俄羅斯 因為這個國家實在太大了 他不要去招惹他 那現在可能覺得 如果這一趟烏克蘭輸掉 俄羅斯會不會覺得 你們北約其實也沒什麼 那如果我要動手的話 我直接往中間這個地方推往波蘭 敵人太多了 哪裡最好 上面 上面 芬蘭 所以我覺得芬蘭這個時候 就有存亡此寒的這種感覺 所以他就特別的積極 但是他積極 坦白說 也是很有限的 1.88億 這沒有多少錢 重點還是在美國的那600億 是 美國的600億是立即的 很大量的 所有北約承諾的都是一個 第一 小的 1.88億有什麼用 或是一個好長的時間 給你1000億 那也緩不及及 美國最重要 美國這個錢 如果最終沒有撥過去的話 我認為這場戰爭很難打下去 那烏克蘭也就輸掉了 是 謝謝建長的補充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好 這一節我們要來關心 烏克蘭國會在11號通過了一項 軍事動員法案 刪除允許作戰超過36個月的士兵 返家的這一個條款 那法案還把加強對於逃兵的懲罰 制定了新的徵兵程序 而且我們要再來看到的是 與此同時 12軍再度對烏克蘭各地的能源設施 是發動了大規模的空襲 至少我們看到是有20萬人 他們被迫斷電 這讓已經深陷困境的能源系統 現在面臨到的就是更龐大的壓力 那我們來看到普丁他的態度了 普丁說這是讓烏克蘭非軍事化的 一部分手段 那烏克蘭總統 折倫斯基他就指責西方國家說 你們對我們烏克蘭現在要加強 防空系統的這個需求 怎麼好像都是視而不見 那烏克蘭軍隊這幾個月來 在戰場上苦撐急需的這些軍員 現在卻又在美國的國會受阻 人力跟彈藥都是嚴重的短缺 這些是不是都是削減烏軍 戰力的背後原因 周老師 這個其實就是折倫斯基的說法 那因為這個援助法案 在參議院通過以後 眾議院一直卡著沒有在 沒有進行這個處理 那所以拜登政府一再的呼籲 國會能夠儘速處理 現在我們看到一個非常有趣的情況 就是說雖然 折倫斯基是認為說 如果各國不援助他 他就會這個沒有辦法持續 但當然烏克蘭本身也有 其他的一些問題要克服 比如像說擴大徵兵的範圍 或者是有更多的烏克蘭人 能夠回到烏克蘭去支持自己的國家 不過美國的確也認識到這個 這個援助的關鍵 或者說美國也希望能夠 烏克蘭能夠認識到說 除了美國的援助之外 還需要有烏克蘭自己的努力 那現在其實你看 最近一段這幾個月 美國有公佈說 他到底援助烏克蘭多少錢 他說過去這兩年以來 他援助了大概有740億左右的美金 那這裡頭包括460億的軍事援助 那德國也說他也公佈了他的援助金額 英國甚至瑞典 一些國家都陸續公佈了他們 到底援助多少錢 那所以這個裡頭當然就是 也就展示像世界展示 也像烏克蘭展示說 我們西方國家已經給烏克蘭 這麼多的援助 那當然烏克蘭其實也有 他自己必須要承擔的部分 那我覺得最新一個 比較有趣的發展是什麼呢 就是說西方國家當然認識到說 還是要持續援助烏克蘭 所以最近英國的外長就是喀麥隆 他訪問美國的時候 他先去了川普的海湖莊園跟川普談 然後才到了華府去跟布林肯見面 而他跟川普談很多人就認為說 他其實就是要說服川普去遊說 他的眾議院的議長強森 能夠通過這個援助法案 因為事實上喀麥隆到了華盛頓華府之後 他也會跟美國國會議員來會談 也是要敦促他們通過這個援助法案 所以我覺得美國以及這個英國也好 或其他歐洲國家都很清楚認識到說 援助還是非常重要 但是只靠援助也是不行的 不過現在外界也在猜測說俄羅斯 他繼這個莫斯科音樂廳恐攻之後 現在是加大攻擊烏克蘭這個電網 然後鎖定他們非常關鍵的電力網絡設施 桑子哥這背後的用意是什麼 我想雖然莫斯科的音樂廳 這個恐怖攻擊 大家都覺得攻擊很多戰爭難免發生 可是事實上要知道這件事情對於俄羅斯來講 一直沒有翻篇 他們現在還在持續在繼續在逮捕相關人 現在已經超過11個人了 那麼不只是恐攻當時的4個人 所以事實上俄羅斯 包括我看到最近的 從俄羅斯跟中國大陸方面的消息 你可以看到他們慢慢把背後整個 這個恐怖攻擊究竟怎麼策劃的 掌握情報機能輪廓越來越清晰 那麼至少就俄羅斯的說法是 越來越清晰這一切根本就是指向後面背後去烏克蘭 所以在這樣子的態度之下 我想再加上烏克蘭這一陣子 前陣子也攻擊了俄羅斯的第三大的煉油廠 這還使得整個全世界的油價 在當天跟後之後幾天還維持波動 所以在這樣子的挑釁之下 我覺得你可以看到最近其實俄羅斯的攻擊真的越來越狠 我們看到的這一次攻擊烏克蘭的電網 不只電網還有火力發電廠 所以這個部分的攻擊真正的影響大的 電網當然是整個影響性 它直接攻擊三個地區 包括基輔在內 可以說這家烏克蘭的這家電力公司 所有的最主要的 包括發電廠跟電網 已經百分之百全部被破壞了 要知道其實對於基輔的電網 因為對影響在那邊的 包括居住的民眾跟難民非常非常深 你沒有電 所以事實上在去年前年部分的攻擊 一度已經對於基輔很大影響 但是他們慢慢修復 結果這一波基本上又重新再摧毀 摧毀到谷底 那麼這次摧毀的我們來看真的很驚人 5G方面也許大概效果也可以再補充 他這次大概做了82枚的整體的部分的 飛彈跟五人機 而且還包括了6枚的匕首的極音速飛彈 那麼其他的飛彈有些被攔截 極音速飛彈這6枚完全沒有被攔截 也主要是這劉美其音速一販 對這些電網跟包括火力發展 造成致命性的打擊 所以你看 打一場仗 當你現在在攻擊的時候 我們看你用什麼樣的武器 花多少錢 你就知道俄羅斯這一次是 真的非常非常火大 因為現在剛剛講 他懷疑莫斯和恐攻 雖然包括ISIS是認為 宣布是他們的 但他們追溯起來付錢等等這個做法 怎麼可能會是你過去ISIS 所以這裡頭背後 烏克蘭可能性是非常高 現在開始我們都知道 已經有20%的烏克蘭土地 已經被俄羅斯攻下來的 拿在手上 所以後面的和平談判 隨著現在的這種戰情 雙方都出狠招 都打擊你能源發電 這種最根本性的設施 看起來很難善良 現在大家也很關心的 就是美國現在這邊的動態 我們透過圖卡彈令來看到 美軍歐洲司令部司令卡沃里 他在10號的時候 就向國會警告 說如果美國不能批准 後續對於烏克蘭的這些軍員的話 那俄國是幾週之內 將會享有炮彈數量是10比1的絕對優勢 那俄烏戰爭呢 現在就已經到了很關鍵性的時刻 英國方面我們來看到 根據英國國防部的研判 俄國一個月呢 能夠向前線補充3萬的官兵 那軍工產能現在已經到達了 開啟一天24小時是不會尖端的模式 大量生產從戰車無人機 還有到導引炸彈這種各種的裝備 那我們再來看到 美國副國務卿康貝爾他也指出 俄羅斯在對烏克蘭開戰以來 雖然是蒙受到很嚴重的損失 目前已經完全恢復元氣 這顯然很明顯的是 跟之前部分北約盟國 他們原先評估說 俄軍要至少花5到7年 才可以完整的預估這樣子 其實落差是非常大的 好 我們就要來看到了 稍微哥幫我們分析一下 為何俄羅斯現在兵力重整的速度 真的是超乎預期 它背後有什麼樣的助力嗎 第一 如果說你兵力能夠恢復得快 其實很大一個原因 就是在於你的人口基數 不可否認俄羅斯人 就是比烏克蘭人多很多嘛 那既然多很多這個情況下 雖然說兩個國家都因為二戰時期 男性大量的戰死 而長期忍受就是說 人口成長的速度有限的這樣一個問題 但是不可否認你烏克蘭人 畢竟就是比俄羅斯人少很多 雖然說從各種情報的顯示 俄羅斯方是屬於工方 工方他在前面兩年的攻擊行動之中 的確喪失了當初原先 俄羅斯自己所建立的這樣一個專業部隊 也就是全志願意義的部隊 損失得相當嚴重 但是俄羅斯人在這兩年的戰鬥中 學習得也的確非常快 而且其實大家真的也不要忽略一件事 俄羅斯人對戰爭的這樣的忍耐度 也就是說如果說今天他覺得他的祖國 被外邦欺負或被敵人欺負 他們所激起的這種民族意識 其實也不是一般的這種西方民族國家 所能夠想像的 最明顯的例子 我常舉一個例子 就是1920年出生的蘇聯義男 執中只有10%活到1945年的5月9號 也就是執中1920年出生的這些小孩子 男生有90%都在德蘇戰場上都損失掉 當然所以在這個情況下你看 俄羅斯人對於戰爭的態度跟想法 跟西方人是完全不同的 另外其實在另外一方面就是 俄羅斯的兵工或是軍工 恢復生產的速度 從原先的可能因為最早俄羅斯 這個普丁他所宣稱的是一場所謂的 特殊軍事行動 他也不是宣戰 也就是說他必須要好好感覺 讓對內感覺我們現在還是跟平常一樣 跟正常情況一樣 所以他的這種包含像這個兵工廠等等 並沒有完全恢復到這個戰時狀態 那現在他開始進入到戰時狀態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以向俄烏衝突這個前線的特徵來看 他其實已經不再是甚至於 二戰時的這種機動戰 恢復到一戰時的那種壕溝戰 那甚至於你說雙方的部隊要開始 對對方的陣地挺進的時候 一開始你就要先用這個炮彈去洗地 你要炮彈一邊洗地 然後後面一邊要跟著炮彈前面彈幕 往前面前進 那這個時候你的炮彈耗損量 會非常非常的可觀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說 我們今天看到這幾個最近 那個俄烏衝衝突中 激戰的這些城市 你現在看到空拍的這個影像 所有的這個防射 全部都只剩下斷圓殘壁 原因就在這 攻擊前 攻擊那個攻擊前 那個俄羅斯人先用炮彈洗地過去 烏克蘭反地 那反擊也希望用這個炮彈洗地 來這個收復一些領土 但是俄羅斯那個炮彈比 烏克蘭的炮彈多了非常多 而且俄羅斯還從北韓的這個地方 拿到非常多的這樣的炮彈 因為西方的炮彈補不盡好 烏克蘭為什麼 因為大家的口徑不一樣 烏克蘭用的火炮 還是二系統火炮 它的這個大型的火力支援火炮 是152公里的 但是西歐的是155公里 那這個155公里的炮彈 就是塞不進行152公里的炮彈 炮管裡面嘛 那但是北韓它所生產的大量152公里的彈藥 卻可以供應給俄羅斯使用 雖然說有人說這個品質不佳等等 甚至包含這個射程不夠啦 火藥爆量也不足夠 但是至少增加了這個數量 那這個時候呢 對於這個烏克蘭來講 他就必須要面對一個 兵牆那個馬族 然後甚至於就是 裝備齊全的二軍的地面部隊 那這時候他打起來 其實可以說是非常痛苦的 是 好我們接下來還要來看到的是 包括了您在我們圖卡當中的 右下方我們來看到的是 瑞士預定呢 6月中旬要為烏克蘭主辦一場 多達有100個國家與會的 高層級的和平會議 但是說俄羅斯是不會出席 但是現在克里姆林宮 在11號的時候就表示說 這除非是有俄羅斯要參加 不過他們認為這一場和平的會議 根本就毫無意義 好這個從俄羅斯戰爭爆發以來 一向都很中立的瑞士 現在有越來越多 來自歐洲鄰國的這些壓力 那6月主辦的 剛剛提到的這一場 烏克蘭和平峰會 沒有二方的參與 周老師您看大家說 會不會只是淪於走場過場這樣子 的確有這樣子一個擔心 不過現在瑞士的說法是這樣 就是說這將是一系列的一個對話 那這一次會議只是第一次 那基本上來講我們看到就是說 最初的時候是烏克蘭反對 讓俄羅斯參與 那後來是瑞士跟中國大陸 共同努力希望說服俄羅斯參與 但俄羅斯開了兩個條件 一個條件就是說 西方國家要停止對烏克蘭軍事援助 第二個條件就是 就是澤蘭斯基必要撤回 他過去提出的一個條件 就是說只要普丁在任 他就不願意和談 那其實這一段時間 還有一個非常有趣的事情 就是俄羅斯媒體跟中國大陸媒體 都曾經報導過說 澤蘭斯基改變了 他對於談判的一個立場 就是說不必要一定要讓俄羅斯 不必要求俄羅斯一定要全部撤離 烏克蘭所有的這個領土 但是後來烏克蘭方園 沒有去證實這個消息 所以這個消息就變成只是一個 各說各話 但我覺得這已經反映出來 就是說澤蘭斯基目前為止 不願意有絲毫鬆口讓步的跡象 這個也使得就是雙方的這個會談 蒙上了一片陰影 因此這個會談 到底能夠得到什麼樣的成果 我覺得現在當然是很值得懷疑 目前大概已經定了這個時間 就是在6月的15 16號 那這個時間如果是在這個 如果到時候就是說歐洲國家 看到俄羅斯不斷的這個進攻的話 我覺得當然澤蘭斯基會面臨很大的壓力 謝謝專家們的解析 我們休息一下稍回來 地人政治 內政之爭 戰略價值 強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共新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現在環球打掌握世界 我們在環球打掌握世界 現在環球打掌握世界 我們在環球打掌握世界